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在国会公布备受瞩目的胜利计划 主要盟友美国11月5日将举行总统大选 至此关键时刻他敦促乌克兰团结一心 直俄罗斯部队在乌东挺进 严峻寒冬重演 缺电窘境迫在眉睫的时刻 泽伦斯基向国会议员提出这项有赖盟友援助的计划 涵盖五大重点 其中包括无条件要火 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以及确切的武器需求 他告诉国会议员和各部会首长 我们必须和伙伴一起改变情况 让这场战争得以结束 不管普京想要什么 我们所有人必须改变情况 让俄罗斯被迫实现和平 泽伦斯基表示 乌克兰必须立即无条件或要加入北约 泽伦斯基表示 西方盟友应该下阻 俄罗斯不再进一步侵略 向莫斯科展现这么做将会有什么后果 泽伦斯基提出 乌克兰与美国 欧洲联盟和其他没有列出的盟友签署协议 允许展开联合投资 以开发他表示价值数兆美元的乌克兰天然资源 他说 其中包括特别是有 太 离 石墨和其他具战略价值的资源 在全球竞争中 这些资源若非增强俄罗斯以及盟友 就可壮大乌克兰和民主世界 泽伦斯基提出 战后可让乌克兰武装部队提升北约安全 取代目前派驻欧洲的部分美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